各位朋友大家好 介绍一下行山 原则是这些山是短路线 不喜欢带干粮 有少少水 就行两三小时内的路线 就当是动动 适合一些黄昏短时间出发 我承认这样 这条顾问思议 一般来到辞政村 当然有些巴士或小巴可以来到这里 捐过去村尾 在村尾的一条通道走进去 然后有一条楼梯 就会看到这条慈观古道的起点 到这个入口就有两个分叉 这个是上庙 当然你走这个也行 但其实你直接走就走这里 接入这个我们就叫慈观古道 其实这些路段一直上都不算太斜 尤其是尾段 好像看到斜线很斜 但实际上这段反而是不斜 好 来到这个 牧草咸坳 就是在慈云山和大老山的山坳 这里 你看看有几条分叉路 一望七条 知道吗 这个厚有七条分叉路 好了 很快你可以经山连亚道 然后就有观景台落窄山道 那落窄山道呢 这个位置其实是可以下跌的 不过较少人走 会贸密一点 通常呢 再下跌 这个位置 在登柱 481 要记住这条登柱 一下跌 这一段是竹林 然后呢 这一段 没有明显的路 所以要小心点 找到这条路下去 一段仔 10米左右 下跌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乱了少少 因为乱的人都是乱走 乱走就是越多乱路 要记住 轻轻咬回向北 你就找到这条路了 找到这条路很快就会见到鲨鱼石空心树 然后就直落 南山村 南山古村 这里就是墳墙 两边都可以下跌 现在可以下库山 这里就是墳墙办事处的尾 这里就直接出库山 行程就完毕了 所以很简单 一出发 就有动物仔欢迎我们 看到我们半走地在这条路阻止 也挺大只的 当然了 你这么看 赤嶺 但尾部长 这些在香港 其实也很普遍 最重要不要弄它 拍到相 起步上去 半山腰 就看到风景 这些观景 还有整个墳墙区域 这里就看到了 墳墙区域因为很大 你走进去 其实一定是迷宫 你只可以选大路离开 越分散就越难找 因为后面其实旁边也有一些 但是这条路上山 参照位 其实就是 在地图里面 你看一些电纜 OK 你的位置要定位 准确一点 靠电纜可以帮到你 OK 就看到 沿山上去就没什么景观 OK 有些位置 空洞 可以放进去 OK 那就看到飞鹅山顶 当然有远山 这些是削平了的 钻石山 钻石山原本是183 但是这个位置不是高点 现在只剩93米 这个就是 青峰岩 上面 这边就叫做 虎山 这边是平山 这树就是东龙岛 这个就是 布丁茶山 所以相对 相对不是很高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山是遮住的 这个当然是众所周知的 柏加山 小马山 德拉山 就是这些位置 可以看到景观出去 好了 这里 等高线是斜一点的 直下斜的 OK 但因为是打斜行的 所以末段是舒服一点的 OK 初头上反而是斜一点 但是 这里有个好处是让沙田坳道好 通常有人上沙田坳道上去 可以下沙田坳道 当然那里路短 但一起步就全部很斜樓梯 很多人就捱这一段 立即干 OK 但你走到这里 相对没那么斜 你慢慢走上去 舒服一点 所以全准都很舒服的 好了 一上到沙田坳道 其中一个就是安装 这个就安装 转头 你们会看到 这里叫做 Temple Hill 池云山 OK 因为那些电讯要求越来越多 除了大佬山有之外 池云山也有 那 有免费的 有免费的 可以上去看看景观 可以看景观 在这个观景台 或者途中有些观景位 你就会看到整个维多利亚港 还有 你就会看到 那条落山 落山的位置 OK 这里是扎山道 大概在这里 下面的谷位 这里就是库山村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池云山的球场 所以现在转头就在这里 这条短线 所以是很值得介绍的 当然这些远山整个位置 那些山是看到了 如果够高的你就会看到后面 我估计这个可能是班纳山 前面那些就很容易搞了 帕卡山 北拿山 小马山 这个就是 渣电山 后面是芝罗兰山 这个就是聂高顺 对不对 这里就是马纪仙峡 然后就是太平山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马纪仙峡 而看到近的那些 即是何文田 海明天 即是红磡 OK 看到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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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初一段是 出过竹林 这段是下最斜要小心的 差不多45度 全段都是 但是一小段 有点省眼下 但无论如何 就是要小心 过了这里之后 就有个隐蔽密林 这条路就没那么清楚 要小心 然后穿了出去 你就会见到 鲨鱼石 OK 鲨鱼石一走 OK 就是空心树 你可以在上面看下去 和在下面看上去 OK 这个情形 接着 走 走到库山 就是你会经过那些坟墙 小心 不要迷路 要懂得选择大路 这里你就可以 看回上去 这里就是 看回 这个就是大路山 行程就是到此结束了 多谢大家 当然你可以跳转走 到库山 由库山 由库山上 不过就是 起断找路 也是小心不要迷路 因为其实这里是一个 挺复杂的路的网络 你找大路 沿路上 没什么指示 所以倒转走 两个半小时 4点钟出发 6点半走完 非常之好的一个活动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